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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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做客伯孤屋 竟然享受了洗头发的服务 而彭于畅在节目中 也被棒饼花鸡 驾到旋转跳跃 那我们再来重复试一下 这个头部按摩 不是现在的问题 不是按摩的问题 是你一直在吸收 我们的洗发水 那先生如果你这么 更喜欢水的话 我们是要额外加钱的哦 没打开 而在妻子的浪漫旅行中 一直被嫌弃的魏大薰 这次也没让人失望 现场表演哈姆雷特 竟然遭遇了掉鞋子的尴尬 可以说承包了所有的笑点 来一段 来一段哈姆雷特 天上的神明啊 欧帝啊 还有那地狱里的鬼怪 他准备了一段 忍着 忍着吧 我的父王 母后 你 在亲爱的客栈中 宝藏男孩 武艺化身段子手 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 消烦众人 当选年度最佳校将 他们好多人把我编段子 真的我看了话都想笑 比如呢 比如呢 说吐槽我身高嘛 就是他们就说 不要吐槽我的身高 不然小心我跳起来 打他们的膝盖 还有是什么 有一天 有个小学生 放学回家 他们家住十五楼 然后他按不到十五楼 就说五一进来了 帮他按了个二楼 我说哥只能抱你到这儿了 哈哈哈哈 除了报效时刻 在芒果另外一档节目 《胜利奇境》中 韩雪也是画身海绵宝宝 成为了最高能玩家 在即can挑战中 好像奖持在《白月》 中间为了帮忙 和李多部 祖尔知名 啊 在极限挑战中 我们的小绵羊张艺兴 也真正地变成了小绵羊 亲自她下和小羊一起品尝了草的味道 文古老新闻 大家可以看看这些搞笑综艺 开心过大年呢